滑板這種東西在路上跑 難免就會受傷 難免就會受傷 一般來講小傷都還好 像這個 你看它把它滑成這樣子 它滑成這樣子 它來它也不care 它說沒關係 它現在只是問題 沒辦法滑遠 它拿來是這樣子滑 這個是真的很認真在滑 你看它後支架撞成這樣子 這種就是真的在滑滑板的 那有些人滑板一點傷 他就心疼得要死 怎麼辦呢 我要怎麼樣把那傷弄不見 真的人這樣子過生活太累 我當時會跟著我 滑板之外 你會用來操作的 我會用來操作的 努力 我會用來操作的 努力 你會用來操作的 我會用來操作的 You got me waiting My desire Keep on moving Through the curries now Through the ending Only I'm a chef Keep on moving Through the curries now We'll be in the end I'm try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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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 我忘記 你說要加煎蛋還是滑蛋嗎 煎蛋滑蛋 加煎蛋好了 謝謝 You got me waiting I won't fire You got me waiting Why do you desire I'll follow your heartbeat Keep on moving Through the curries now Through the curries now Through the ending 9點09分 我在猜應該是滑板 看看是不是 是喔 PC用退貨 黑貓塞在門口 我還以為是滑板 應該是買保護貼 退貨 然後不管 今天天氣很好 現在是 9點11分 我想我現在要烘豆子還是 昨天那個 網友給我一包咖啡豆 好了 來看一下咖啡豆是 適合泡什麼 海鮮 海鮮 雪 天津 海鮮 倒入水中 搅拌 排泡 加水 放入椒 放入椒 入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早安 十点整 我今天早上一进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泡咖啡 我忽然想到我昨天在家里 我那个档案打不开 因为前两天我们那个大伯寿宴 八十岁 那我去拍总共拍了 我剪下一个半小时 那么长 然后我剪接花了很多时就想说惨了 那档案坏掉不就惨了 结果还好到办公室 到办公室可以 然后就把它切成 因为太长把它切成三段 对 完成了 完成了 现在在转档中 然后因为片子太长 把它分成开场 中间K歌时间跟后面的结尾切蛋糕 三个部分 其实我不太会把 我不太会把 我不太会把 把那种过程浓缩成 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 因为我在看这种记录 我觉得每一个时刻都是 有意义 尤其对 当事人 就是那个人 你剪掉一些东西 可能就把 参与的人 其中某一个人剪掉 或某几个人剪掉 那我是想说把那种放着 你们要看自己挑自己想看 所以我不适合当什么 婚色啦 或者什么婚礼记录 因为我的 我的东西比较 比较多 比较多 我很难取舍 好那我刚刚泡那个红析 我刚刚有拍 今天比较成功 那今天比较成功的原因是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用手磨 然后这个是用 昨天那个 他送我的那个 哥伦比亚 因为我看那颜色是比较深一点 我觉得 他应该也可以泡 那个 SPRESSO 他豆子也算新鲜啦 也算新鲜 好喝 好喝 其实我以前不太记豆子的味道 就是 我喝了就喝了 我不会特别去记它 是 这个豆子的味道 长这个样子 那我最近 是比较有用心在记 所以我现在喝过几支 像 椰加 椰加很好编论 椰加 肯牙 这两支我比较喝得出来 然后 综合豆的话 综合豆我就不行 综合豆我喝下去 除非像 那天 那个 那个 虎忌的 蓬莱配方 里面有一支 那叫做 吉利马扎罗 有点胡椒味 欸 那个我喝 我喝就 原来那个味道是那一支 的味道 OK那我知道 可是都混在一起 我事实上是喝不出来 对 今天早上 买这个 左中堂鸡 左中堂鸡的 胖胖包 我是没吃过好奇 他写在黑板上面 好吧 今天 礼拜二 然后我说 那个 AIRS的电机 16号 有可能提前 因为我刚好接到通知 欸 有可能提前 搞不好 明天 搞不好明天 但是 少量 只先到一部分 之前有缺货 那个 轮架 轮架没缺 换电磁缺 所以 所以他先来一部分 然后 今天那个Terra 会到10台 待会到的话 我会拍 然后还有什么事情 还有那个 AIRS AIRS 我也跟他又订了10块 待会 应该也会送来 大概是这样 好吧 先忙一下 试电 OK 宏希的 哥伦比亚 跟 左中堂 胖胖包 吃完 左中堂基好辣 我下次不会买 早上吃这么辣 我不知道左中堂基这么辣 还有今天咖啡泡比较多 好 刚刚吃这个左中堂基 不适合早上吃 补充一下 1点半 我把那个影片都上传了 然后 也把要冲洗的照片 送去那个引键 线上冲印 安排好 然后加护背 都弄好了 搞定 那刚刚在 在 剪的过程 我还在回去看那天的影片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像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会不会帮家里 记录一些东西 其实家里很多 大大小小的 活动 如果你们有机会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你事后再来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当然记录过程很花时间 很花时间 但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尤其是这 几个月来那个Vlog的磨练 我发现我现在拍这种家庭记录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要花时间 但是我OK的 OK 那同样的 你有在看的过程 我又在看到今天 诱人留言 有一个 吴明威 你有问我说Mavic Air的电池 我在这边 不管你是Mavic Air Mavic Pro 或其他的空拍机 我强烈 强烈的建议你们 千万不要把它飞到 它警告 你再把它飞回来 像我个人的使用习惯 我会在 差不多50%左右 因为我电池有三颗 我差不多50%的时候 我就会让它回来 甚至更早就让它回来 让它再 保存电影 因为离电池最佳的保存电影 它是50% 通常我们如果都没用 DJI GO的APP 里面有个地方可以设定 可以让你的电子 放电到50%来做保存 所以我的做法是 我三颗电子 假设都充保 我出去飞的话 我大概就是飞到50%我就收 再换另外一颗全新电子 再飞到50%就收 通常我也很少 飞满三颗的50%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很简单 因为你飞机当你飞到低电压的时候 它会启动自动返航 可是自动返航的时候 有一个要素很要命 就是你是否在逆风 万一那时候刚好风很大 你又错误判断 你是逆风状态 你飞不回来 那飞不回来的时候 你就变成要切到SPORT模式 可是因为你低电压 你一切SPORT模式 你会很快就没电 搞不好你没有办法飞回来 所以我在这边奉劝很多空拍机的新手们 最好尤其是新手 在你没有办法了解当地的风向 各方面的资讯的时候 50%回来最安全 如果万一风很大 你还有50% 你还可以冲回来 可是你如果只剩30% 你可能冲到一半 你就不行了 还有就是自动返航 因为自动返航的速度并不快 所以你有可能 你以为它自动返航 你看那画面是在原地不动 因为风太大 它飞不回来 这一点要注意 我是建议不要飞到底 50%就可以回来 反正电池那么多颗 你飞那么多 你拍一堆东西 你如果没办法剪接 那些东西都是垃圾 你摆着不会去看 所以与其这样 你不如飞少一点 那你说练习 如果是要练习手感 根本不用飞远 因为你只要练习 怎么绕 怎么拍 近距离找一个空地练就好了 那你一旦飞出去 你就是要拍景色 我真的想清楚 你飞空拍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 一个 再来 OK 那个Rick Chen 你有提到说 你是维修PC 然后也40岁 40岁 有关于这方面 说真的 我很难给个别建议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 个性 环境 都不同 好 像 像 我的个性是 我很 我很喜欢 很好奇 新的东西 所以 我很能够接受新的东西 然后 再来就是 你说 耐性 或者是意志力 我觉得我也蛮够的 然后我的自治能力也够 所以我就可以做我目前样 这个工作 还有就是 我很不care小东西 小细节 所以我不会在意很多人 对我的任何的讲法 说法 看法 完全不在意 我不在意 所以 别人讲他的 我做我的 我还是兼职做我的 所以我可以做到现在 可是有些人 别人讲一下 他马上就怀疑自己 别人讲一下 他就觉得自己不行 再来就是 有些人个性很积极 有些人个性就是很被动 所以我很难给你建议 但是你提到 你是做PC维修 我认为PC维修 早期PC组装的时候 可能 还蛮多市场 可是PC维修这块 可能有些是 可能 我在想你讲的 可能是过保的 那方面的维修 我觉得 这是算 专业技术 可是 你如果 说你要辞掉工作 专门做这个 我觉得你现阶段 可能会有困难 因为 案子在哪里不知道 那你是谁人家不知道 所以 你 跟 供给跟需求 这方面的桥 没有搭上去 所以你是 我是不建议 就冒然 就不做 就去做这个东西 可是你现在有工作 你的工作如果是很稳定 虽然钱不多 可是你只有空闲时间 六日可不可以 那或者是晚上可不可以 你可以去想 你的技术 你可以做 例如在网路上 你可以卖你的技术 专门做维修 我看Google 每次我给他洗衣机维修 普拉一堆 电视维修 普拉一堆 Google广告都是 就是 看去看是谁 看去看是谁 哇你真的超得很惨欸 有猛喔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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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我硬然還沒可以 我要你這種狀況 你小東西 你看 通常沒電的狀況就是 充保電 充保電就是充不保 那當然就是 你滑一陣子 滑一陣子 之後 電掉很快 好 那不然 你就先 你晚上在哪 六點半就好了 好 我就幫你換這個 回來 回來 我剛剛 這個 胡先生 他是 唯一一個 我當時有 給他這塊板子 因為他是做 汽車業務的 他跑的地方太多 那時候他看到我這塊板子 他很喜歡 他給我買走 他很厲害 滑成這樣 他這次回來 是因為他電池壞 沒電 我剛剛講 有關於那個 Rick Chain的 你的問題 我覺得 真的 你還是要想清楚 看你有沒有空閒的時間 你試試看網路上 因為我記得有些 人力銀行 好像也有這方面的 那屬於服務的 服務的那種 不是有找家教 找維修找什麼 我覺得你可以這個地方試試看 或者是說你自己有什麼 特殊的技能 例如幫他解決網路問題 因為很多公司 行號他不太會做網關 如果你可以接案做網關 好像也不錯 當然我這隨便講 自己要想 好 那個 先這樣 我先準備一下 待會Tero到呢 就可以開始出貨 好 到了 降落 好 10台 那 昨天通知 然後今天 全部都會寄出去 待會寄出去 再回單號給你們 那其他有些在排隊的朋友 我不知道下一批什麼時候 但是有 我會儘管通知你們 好吧 現在是2點16分 宅配快來了 我要把它處理完 然後預計 那個ELS的電動套件 有可能明天會到 有可能 今天13明天14提早 有可能 希望 好啦 那有人問我說這個東西 這東西畫質好不好 老實講 我覺得畫質 一般般 一般般 不是挺好的 尤其是錄影 拍照還OK 錄影不OK 但是我覺得它拿來玩 這樣子飛 很有趣 好 我趕快包了 好3點02分 那個Tero我都已經出去了 那剛剛你都回單號給訂的朋友 那接下來時間 我要來修這一塊 這一塊 提拔的小魚板 好這個 這個之前 並沒有賣 這個說來也很巧 因為 緣分 本來是我自己在用 救援小板 然後那個朋友 他 我記得他那時候是買i3 Plus 拿來給我修 然後修一修 他有聊到說 他需要板子更小一點 然後看這塊喜歡 那我就給他了 好 不過要在修之前 我剛剛 剛剛 剛剛有點 有點忍不住 在那個L10的 設台有回了一件事情 因為 你知道嗎 我們這種板子 我們這種板子 這種板子 這種板子是整套的 整套有板面 輪子 輪子 然後支架 軸承 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是一塊 L10的滑板 那 滑板這種東西 在路上跑 難免就會 受傷 難免就會受傷 那一般來講 小傷都還好 像這個 你看他把它滑成這樣子 他滑成這樣子 他來他也不care 他說沒關係 他現在只是問題 沒辦法滑遠 他拿來是這樣子滑 這個是真的很認真在滑 你看他後支架 撞成這樣子 這種就是真的在滑滑板 那有些人滑板一點傷 他就心疼得要死 怎麼辦呢 我要怎麼樣把那傷弄不見 真的這樣 人這樣子過生活太累了 除非你是不打算滑人家 供在那邊 否則在地上跑 就是會受傷 那就安心一點 但是有人呢 滑一滑之後 滑板衝到馬路上 被車子輾過去 好 車子輾過去之後呢 板子破了 沒辦法用啦 沒辦法用之後 就再問說 可不可以 只買上面那個板子 可不可以只買上面那個板子 或甚至是 原廠給我提供保固 換那個板子 因為在保固內 OK 什麼叫保固 保固就是東西 自然的 先天瑕疵壞掉的 當然原廠要換給你嘛 可是你自己弄壞的呢 原廠一定要換給你嗎 應該還是說 原廠一定要賣配件給你嗎 沒有 但是呢 就會有人假髒啊 就說 我滑什麼什麼板 怎麼弄也沒事 被車輾過也沒事 這是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東西 有些 以腳踏車來講 有下坡車 喔 可以 可以從山上騎下來的 怎麼撞輪子都不會變形的 那也有公路車 可以跑很快 每一種板子 每一種車子 都有它適用的範圍嘛 EOS它訴求的是什麼 就是在都會中 行走嘛 平路嘛 對不對 平路很好滑 誰叫你去下坡 你拿下坡來比幹什麼 這一點我覺得很無聊 當然你只是要表示說 你很棒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你下坡摔都沒事 板子都很好 OK很棒 可是我覺得 不同的事情 不必要在 很多人討論的時候 特地去凸顯自己多棒 那沒更厲害 這是第一點 但我忍不住 我是回什麼 我是打了一個比喻 因為台南有一家 田桶 很多人去台南都一直吃 叫捲尾家 那田桶超貴的 它的冰淇淋很貴 但是好不好吃 好吃啊 好多人排啊 每個人去 還要拍照打卡 上傳FB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麼貴 那麼多人還去 因為它好吃嘛 吃起來很爽嘛 然後它的用料又實在 而且PO到FB之後 會覺得很光榮嘛 所以 所以你會去吃那個冰淇淋 OK 結果你吃的時候 你舔了一口之後 忽然有個電話來 你接個電話 不小心 冰淇淋掉地上 請問 請問齁 你會拿著田桶回去 跟捲尾家人說 我剛剛冰淇淋掉地上 你可不可以賣我上面那一圈就好 好 我講到這邊 你們想想看 你覺得呢 如果這樣子可以 那當然 如果大家社會上的觀感 認為 賣家 店家應該再幫他 弄滿 還是說 他應該再重新排隊 然後再買一隻自己吃 你覺得呢 OK好 就這樣 我現在來修這一塊 好了 把它電池拆下來 它的電池也都進水 對啊 我把它換好了 不過它滑 它之前真的是亂滑 它這個電機輪其實傷到 但是速度 速度沒有變 所以我是跟他講 先不要換 因為 它每天都滑十幾公里 所以這個電池會掛也是很正常 但是 它滑的路面又不好 像它滑的路面都是這種 坑坑八八 所以它的輪子 它輪子都這樣破損 這邊也都爛掉 它真的滑得很兇 那這兩顆 我把它換掉 把它換新的黑輪 新的 那這個是我是建議它等 真的壞掉再來換 不要現在換 因為它的用法真的太浪費 然後它邊邊這個 它也拉斷掉 拉斷掉 那剛好我這邊 手邊有那種拆下來不要的 我拆給它 不過沒有了 好不好 這樣就修好了 我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其實 其實你從 你從一個 一個廠商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因為 東西一旦 一旦受過傷 你重來買了一個東西回去 它也不是原本的樣子 就舉個例子 像剛剛說那個 那個滑板 被汽車輾過去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說 板子裂 可是呢 汽車輾過去 怎麼會只是連板子呢 它是有可能輪架也歪了啦 或者裡面培鈴哪裡有問題啊 那這種變成這樣 變成是要整個 送回去修啊 不是你買一個零件來自己裝 或者 裝了之後你還會嫌 為什麼不平啊 什麼是板子有問題 很囉嗦 對 所以如果我是 我是廠商 基本上 可以 你要換可以就是 寄回來 愛要收費 然後看哪裡換 可是有時候你跟他講說 這個支架歪了 要換啊 這培鈴啊 他說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換 我這樣原本就好了 對一個 如果對自己品質很要求的廠商 他可能沒辦法接受 這樣的東西出去 所以同樣的 剛剛我講那個 捲尾加 冰淇淋 你覺得店家有可能讓你拿一個甜筒 讓你接接再付錢嗎 不可能 他會覺得這樣子的風味跟 跟 全新的風味是不一樣 基本上一個 對品質要求的店家的廠商呢 是不會讓你自己去搞那些東西 真的 因為萬一你沒弄好 你怪誰 你還是怪廠商 對不對 好 接下來的時間 三點半 我等宅配來 我就要出去買東西 今天天氣很好 帶我上去飛 天氣很好 而且風不大 很適合飛空拍機 我先去準備一下下午 我的天氣 我對他幾下 天氣很快 旁邊 你自己逃到 幾下 旁邊 你覺得這個 他很快 要有沒有 準備 我 5點25下午茶拿鐵 剛剛去那麵包店看到這個 我看他寫髒髒包 想說最近好像流行這個東西 就買來看看 我不知道他裡面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可頌 然後外面弄巧克力 那可能是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吃下去嘴巴會髒 所以叫髒髒包 我沒有查 你們說是不是 好像是這個原因 不曉得 那現在25分 太陽還在 現在日落的時間大概是 我今天是6點02分 而且今天 風 風 陽光都很棒 所以 我趕快吃 待會上去拍一下 那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問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我在會整 因為現在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了 明天好了 明天好了 今天講的已經講過 下午茶拿鐵 這個說是髒髒包 明天是巧克力 我懂了 嘴巴要髒了 它中間 有巧克力醬 外面這個粉 咬下去嘴巴要髒掉 所以叫髒髒包 沒有 好 好漂亮 今天飛Air 上來就這樣就可以 預用涼棒 線在這裡 這條線啊 有些朋友問我 這L型的線 這條線啊 這個線我這次有 有請廠商幫我訂了一些 今天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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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明天放粉絲 好 好 很快 那L型的好處是 這裡 這樣子 你手抓不會 一條線 一條線突出來 好 多可不子 待會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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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